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园 找我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关于剑飞的事 你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 他晚饭前来找过我 说他以后再也不能带在雅芙工作了 他犯了错误 触犯了公司的规定 所以董事会一致决定把他开除公司 园园 其实我个人 凯强 你别误会 我不是来帮他求情的 我也觉得公司处罚得严格些 对他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跟他说了他还年轻 离开雅芙 吸取教训 还可以从头再来吗 是啊 我也希望他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可是晚上回家 我跟我哥哥也说了这事 我哥要我以后再也不要李剑飞了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人难免会犯错误 如果一有错就被朋友抛弃了 那不是太可怜了吗 正好凯弱打电话给我 说有些事情要问我 我就过来了 凯强 你说是我说的对 还是我哥说的对 也许剑飞犯这个错误 是有客观原因的 他今后能改就好了 看来你的想法和我一样了 那我就放心了 云云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 我跟那个人就是太直了 他看不得别人犯错 要是人人都像你哥那么正直啊 这世上就没有难办的事情了 咱们就说话 你穿没了 还行 你穿过去 经历被人家它干什么 你穿过去了 好 渐妃 你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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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渐妃 мы穿过去 你穿过去 我但是穿上了 我还想穿那么多 你穿过去 我穿过去 穿过去 你穿过去 我们的那个心粉 就穿过去 是什么 干杯 谢谢妈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是离开雅芙 反正你也不想帮中家干活 丢了这份工作也不觉得可惜 妈 你知道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没有错 中家那边的人说你品行不良 他们才是错 妈很清楚 你这么做是有你的目的 可是我很后悔 后悔我当初没听你的 你一直反对 我在雅芙的账目上做手脚 是的 我知道 那是因为你的小手脚 根本起不了什么大作 你把雅芙搞垮 是为了帮你爸爸报仇 是吧 可是我也不下这口气 我一从公司出来 一下子所有人的脸都变了 钟凯强 还有那个不过是个保镖的韦康 他都不拿正眼瞧我呀 他就说 建妃啊 这就是人心 这个世道本来就是这么险恶 你不能被这点小小的挫折给打败 妈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 你放心 我肯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忠家 不会放过忠敌那个老狐狸 他那招玩我玩得太狠了 总有一天 我又玩死他 还有钟看强 还有韦康 我不会让他们过上 一天舒心日子的 我对他们是那么的恳求 那么的服软 总有一天 我会报复 妈 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还没呢 有什么事吗 前阵死了 灯上报了 怎么 你早知道了 我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呢 我根本就没听若若这个人 别在那儿演戏了 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问你 杀人行凶的 就是你以前的男人 是不是 妈 您怎么这样说 前阵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当他要告诉我的时候 突然间就失去了消息 我还正在奇怪呢 今天看了报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死了 你所有的一切 你是因为害怕 我已经知道了 你所有的一切 所以 你就告诉了那个男人 在前阵 还没有把所有材料 交给我之前 你们就提早下手了 不 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傻的 终于露出马脚了 你说得那么肯定 你完全清楚所有的一切 你跟那个男人 从来就没有断过 前阵 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现在 你可以坦白地告诉我了吧 妈 别逼我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吗 还是不肯说是不是 好 没关系 我有我的办法 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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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吗 不是 是吗 是吗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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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一杯啊 喝 喝 吃菜吃菜 这回啊 张帮主啊 对咱们办前阵这件事很满意 这不 寻谷房到现在还没抓到凶手呢 最后只能认为他结仇太多 不知道给哪个仇家给杀了 我刚才活蛋了 那姓钱的都死到临头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小三 小三 从前阵那儿弄来的那些东西呢 你都清理得怎么样了 正在分门别类的归档呢 还数我们三哥有学问 什么别类啊 我们大家都听不懂 对对对 所以嘛 这种活只能让小三做过 他是你们中间唯一读过两年书的 三哥有学问 我看了一下还真有意思 那个姓钱的搞的那些材料 几乎都是上海滩上的名人 里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哦 那这样 你先把关于雅芙 和钟家的那些材料整理出来 咱们张帮主对这个最感兴趣 我知道 我知道抓你弄的 好 好 来 大家尽情地喝 来来来来 别客气 喝喝喝喝 来吃菜吃菜啊 满上 来 多吃点 来来来来来来 满上满上 满上满上喝喝喝 兄弟们 你们尽情地喝 要是酒不够 我再叫人去哪儿 好 现在呢 我先出去一会儿 一会儿再回来陪伴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 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喝喝喝喝喝喝 干 来来 甘蓝 金先生 从南京来 是不是张帮主有什么指令 张焕帮主和我一起来了 帮主亲琳 有失远迎 不知有何吩咐 第一 从前阵那儿 弄来的钟家的材料 马上给我交出来 我现在要带走 第二 明天去找我儿子吴建飞 是 叔叔 有事吗 坐下说 叔叔 最近我一直在百货公司搞调查 我发现我们在零售方面 存在一些问题 长小凤偶然跟我提到 说来我们百货公司买东西的 大部分都是阔太太 而那些中层以下的家庭妇女 大部分都不敢进咱们店的门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能开设一个 百货廉价商品部 这样可以吸引 这一部分的女顾客 这个想法不错 这个呢 是我准备的一份初步方案 您看可行不可行 好啊 我会抓紧看的 太强 好啊 干得不错 好 看来我以前真是低估你了 照这样下去 你很快就可以坐上董事长的位子了 叔叔 这个我不着急 我还希望能跟在您身边 让您领着我多学习一些东西呢 我在你前面不是要领着你 我是想多帮你挡些风雨 叔叔 我先回房间了 你早点休息 好 可行 我得谢谢你 在吴建飞的问题上 你能支持我 叔叔 这点原则我还是有的 更何况啊 我最厌恶的 就是偷盗的勾当 好 好 我先走了 好 我也吃不准 那天从黄包车上下来的人 适不适合姓金的认识 而且奇怪的是 等了半天只看到姓金的出来 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戴黑帽子的 宁通公司 其实就是姓北邦的一个会位 平时根本没有什么业务来往 姓北邦的总部在南京 那就对了 那个姓金的对外的身份 就是南京宁通公司总经理 那个戴黑帽子的 当时只看到一个背影 给我的感觉 不像是个男人 不像是个男人 我也不敢确定 那个姓金的看到他从车上下来 想跟他打招呼 他却理都不理他 这个人是江北邦的什么重要人物 可惜啊 我当时也没有办法通知你 没关系 我会留意宁通公司的 下一步就看我的 我今夜就回南京宁通公司 这一路上 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 你的丁烧客可以得优秀了 魏康 你在这里一个帮手都没有 这可不行 我听你说过 寻补坊有个好兄弟 要不 不行 不行 不能让寻补坊知道 我老板和江北邦有任何瓜葛 对了 那个耳朵聋了的老杨那儿 我去过了 把你的钱给他了 顺便问了他一下 他受伤的经过 他说那天打伤他的 还算有人性 其实本来可以一枪 就要了他的命的 他还说他后面抓的是一个姓钟的 我猜 算了 别猜了 好吧 你不想说呢 我就不问 你想说呢 我就听着 所以嘛 你才是我的好兄弟 对了 那个耳聋的老杨 还有什么困难吗 你就不用管了 我叫我家那个老佣人 经常去他那儿看看 给他送些需要的东西 来 来 我敬你 祝你将来毕业 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 谢谢 我去邮局寄东西 等我回来再顾着午饭 嗯 知道了 哦 是吴建飞 吴先生吗 是啊 您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宁通公司的总经理 郑新明 请坐 您请 郑先生 您这次请我来 咱们不急 吴先生你喝什么 好 随便都可以 赵离啊 可以上菜了 好 马上就来 吴先生今天你能来我非常高兴 该一个 郑先生 我这 好吧 吴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急需一个 负责销售业务的副总经理 不知道吴先生 肯不肯去救啊 负责销售 其实我一直是搞金融业务 所以我 知道 我知道 而且我早就了解 吴先生你是上海商界的 一个青年俊才 能力强办法多 我相信 如果你转行搞销售的话 肯定能很快熟悉业务 并干出成绩来 至于这个待遇码 肯定不会低的 郑先生 首先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夸奖 那么待遇问题吗 我是不太计较的 那么说吴先生答应了 但是我 必须要跟您说明一件事情 我刚被亚服 你不用说下去了 我都知道了 要不是你正好复闲在家里 我们还不一定能请得动你呢 这个事情你们也知道啊 挺说了 那你不就不计会我呢 吴先生 每个人做事 有每个人的礼物 我一直听说 你在亚服干得很好 亚服公司也很器重 可是现在亚服的钟先生 说你犯了错 这 我们派人是很难弄清楚的 至于究竟是你犯了错 还是钟先生故意整你 反正这些 和我们宁通公司没有关系啊 郑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好 我明天就去宁通公司上班 好 来 为我们的合作 干一杯 谢谢 这是给钟老夫人的 知道了 什么事啊 老太太 这是门房拿进来的邮包 说是有人专门送来的 拿剪子来 拿剪子来 老太太 我代表死去的前证给你一个忠告 好好留意一下你儿媳妇的行踪 他现在还在和自己在当五女时同居的男人勾勾当当 这就是照片上有心合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这就是照片上有心合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他的名字叫斗冰 这有心合跟董冰还生过一个女儿 这有心合跟董冰还生过一个女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说你们不是从天津刚追回一笔钱来吗 正好付款呢 他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咱们开出吴建飞的事 当然马上可以传出去 可是从天津追回钱这个细节 外面的人知道的并不多 仲先生 您看怎么办了 不理他 凯强给我提了一个 扩大百货公司零售业务的方案 我正需要一大笔钱 可那个正大头 在电话里说 如果收不到钱 他们可就要对 维康 你到建筑部去一下 看看他们这一期的报表 做好了没有 拿来我看一下 那个正大头说了 当初金先生和您的约定是 以您身边的人 尤其是伟康的安全做条件 您保证旅行和他的交易 听他的口气啊 这一回好像是要来真的了 我真担心伟康 这 这是流氓恶贵 难道我非要把钱 白白地送给他们呢 咱们但愿吧 这是最后一次 前两天 那个姓金的不是说吗 只要咱们钱款一到账 他马上销毁那个旧合同文本 只要他们手里边 攥不住咱们的把柄 咱们就能败脱江北帮 就算损失一次 也算了了一件事了 不行 这笔钱我不能给他们 我还要留着自己用呢 我仔细想过了 开强提出的方案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运作好的话 给雅芙可以大大提高利润 老臣 我看这样 一方面 你婉转地提醒一下伟康 让他注意安全 另一方面 郑大头那边 还要跟他周旋周旋 好 报上都已经登了 但是没有说 他们已经抓到凶手了 真的没有人去找你麻烦吗 早就跟你说叫你离开上海你不听 你这样走怎么行啊 你等等我这就给你送钱去 你等等啊 我这就给你送钱去 慢点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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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夫人 走啊 走啊 车夫 快 擦皮鞋 擦皮鞋 小心 擦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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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经理 吴经理 还有件事啊 还有什么事情啊 现在都已经下班了 我要回去了 吴经理 这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明天再说吧 不见非到宁通公司当经理 来 董太太 到了 谢谢啊 你终于肯离开上海了 来 好像这个打赏还就容不下我 因为有我在就会妨碍你的生活 现在我走了 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 你应该高兴啊 我从来担心的是你 不是我自己 你根本就是担心你自己 怕别人知道你的过去 可现在前真已经死了 你还怕什么呢 我再问你一次 前真是不是你杀的 是不是我杀的又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这么傻 啊 除掉了一个前真 还有一个知道真相的老太太 还有一个知道真相的老太太 她前两天还拿着报纸来责问我 奇怪啊 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啊 前真死的那天我明明进过她的办公室 我什么都没发现 你还说不是你杀的 我真的没有杀过人 我不是杀人凶手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吗 好 那你真的没有看到凶手是谁 没有 你现在嫌疑最大 你又去过现场 好 我真的很担心寻补方会怀疑你 所以我决定马上离开上海 暂时去避避风道 好 这张支票你留着 其实这样最好 我还担心老太太知道的太多 万一她要是发现了你 你怕什么怕呀 我还想哪天去会会她呢 是吗 你想要会会我 妈 您怎么 这位就是董兵先生吧 就是照片里的人 谁 妈 您怎么会有这个照片 当然有人拿给我看 你们最怕的就是我看到这些照片 所以 董先生就把前证给杀了 对不对 不 前证不是他杀的 妈 董兵 你赶快走 你赶快走 那不快 那你等我 既然你那么关心他 我为什么不跟他一块走呢 妈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您要把我修掉了吗 可是我离不开钟家 离不开阿迪和凯月啊 我看你真正离不开的 是钟家的财产啊 妈 财产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知道您不相信 因为这二十几年来 你从来没有信任我 我为什么要信任您 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 不值得让人相信的女人 妈 现在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认你 可是我要替我自己辩解 从我认识阿迪那天开始 但是我绝对她没有二心 我爱她 敬重她 更感激她 她是我这一生 唯一愿意用生命来报答的男人 这二十几年来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叹白我的过去 可是我没有勇气 是因为我报复会失去她 是吗 我还真不知道 你对阿迪这么情深义重啊 相反的 我倒觉得 你对你过去同居的男人 倒是照顾有加呀 这是我们钟家的钱 你不会否认吧 我不否认 你不要承认 因为我根本没有接受 你以后不必再管我的死活 因为只有这样 才是你对你丈夫 表示忠诚的唯一的方法 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老太婆 你给我听着 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起我 我不怕死 我也不怕杀人 如果你敢跟我过不去 小心你们一家人的性命 你你们好 别以为跑了就没事了 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谁没有过去 这二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用我的心动 在赎罪 阿迪都能原谅我的过去 为什么您不肯原谅我呢 难道有私生女也可以原谅吗 私 私生女 私 私 私生女 我没有 我 我没有私生女 我没有 何雨晴 何雨晴是谁 妈 妈 求你妈 求你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我求求你妈 我求求你妈 妈 你以为我会说吗 我说了 对我们忠家有什么好处呢 妈 我求你妈 我求求你 求你妈 妈 起来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不过 你也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妈 妈 您说 我什么都挺应的 第一 我会立刻宣布凯强 做雅芙的董事长 你要劝阿迪 尽量帮助凯强 第二 让何雨晴那个女人 远离我的凯强 永远不许接近她 听到没有 三姑 夏�omes 远离 见妃 你怎么来了 来快坐 远玉 就你一个人在啊 对啊 雨晴姐去工厂 拿我们家工的服装了 我就是希望只有你一个人在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希望碰到别的人 剑飞 我可不喜欢你这样 怎么你自从离开雅夫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 怕剑人的小老鼠了呢 其实不必那样 人嘛 有上坡就有下坡的时候 谁能保证自己 一辈子不犯错呢 只要你犯错了 知道改不就好了吗 谢谢你 芸芸 有了你的鼓励 我一下就有信心了 我这次来呢 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有份新的工作了 是吗 你找到新工作了 对啊 是在宁通公司 做副总经理 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祝贺你啊 你一定要好好干 你放心吧 是他们的总经理啊 亲自找到我的 他说一直就知道我 很欣赏我的才干 所以我是不会辜负他们的 我相信你 芸芸 我公司还有些事情 要不这样吧 晚上我约你吃饭 今天晚上 对啊 就算为我的新工作 庆祝一下嘛 好不好 好吧 那你等到八点 店里关门的时候 你过来接我吧 嗯 好 那我先走了 哥 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小店里来啊 来看看我妹妹呀 真的假的 那么好 专门来看我啊 那当然了 这个店先关门了 跟哥一块回家 哥 我今天八点约了 建飞一块吃饭呢 不是跟你讲好了 不要再理这个人了吗 我跟你说过了 你这个想法不对 你应该多鼓励人家嘛 而且今天建飞 是想让我跟他一块庆祝一下 他找到新工作了 什么新工作 说是在宁通公司 当副总经理呢 这么快就当副总经理了 对啊 而且还是总经理 亲自去找他的呢 海强 奶奶可以进来吗 奶奶 进来吧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睡不着啊 别看了 陪奶奶聊一会儿 什么事啊 不能明天再说 反正这些头疼的文件 我也不想看了 到时候我公司的工作做不好 你可不能怪我啊 不怪你 不怪你 开玩笑的 现在看见你啊 工作得这么好 奶奶好开心呢 自从你接受公司的事情之后 你很少跟那些朋友出去玩了 是啊 我那些朋友啊 都快把我给骂死了啊 您看 我现在哪还有私人时间啊 就连陪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 女朋友啊 你说的是谁啊 奶奶 我逗您哪 我哪儿来的女朋友啊 哎 奶奶话可说在前头啊 那个何雨晴可是不行的啊 奶奶 您怎么对雨晴成见这么大 反正 我是反对的 就因为她在叶子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啊 总之 就是不行 那到底为什么 奶奶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 奶奶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从小到大呢 您不让我做什么 我偏要做什么 您要是不告诉我实话的话 那我可真跟雨晴去交往了啊 您 您到底说不说呀 您要不说我自己忙自己的事了啊 哎 哎呀 说吧 好好好 凯强 这事儿 奶奶真的不知道 该不该跟你说 哎呀 您就说吧 哦 好 好好 凯强 你还记不记得 你曾经说过 你要带何小姐 来跟奶奶见面 你还说那个何小姐 像你婶婶呢 我想起来了 我是说过 我觉得雨晴和婶婶的相貌 还有神态是有些相似 这怎么了 这是有原因的 这奶奶 人和人长得相像 这很正常 哎呀 再说了 她们都是漂亮女人 大眼睛高鼻梁 那长得相像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没那么简单 因为 那到底是什么呀 因为何雨晴 是您婶婶 在外头跟别的男人 生的私生女 是谁 是谁 在敲打我窗 是谁 在撩动清雪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紧接地会伸出我心寒 是谁在敲到的窗 是谁在撩动情绪 记忆中那欢乐的心 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那缓缓飘落的小鱼 不停地打在我床 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故事地回向过去 是谁在敲打火窗 是谁在撩动情绪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绪 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